我们下面呢再来看叫做影视转换丰富内裤的功能 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是就这句话应该这样念 大家可能更清楚 就是说用影视转换的功能丰富我们的内裤 这样就更清晰了 只是我这简写的影视转换丰富内裤的功能 什么意思呢 看首先看一个基本介绍 如果需要为一个类增加一个方法 就是我要给一个类增加一个方法 那么我可以通过影视转换来实现 即动态的增加功能 同学们知道 在我们这个编程里面呢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 就是OCP原则 这个OCP原则翻译成英文 翻译过来就是闭合原则 闭合原则 闭合原则呢 就是open close principle原则 那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提现出来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给一个类增加一个功能 他希望什么呢 看这里 在当前程序 如果想给一个MySQL类增加功能 其实非常简单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上面提的这个观点 我要给MySQL增加一个滴滴的 你直接在这个类里面加一个方法不就完了吗 但是如果这样写就很低端 他认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样 在实际中 我们如果要增加一个新的功能 一般来讲会改变原代码 那么这个呢 并不推荐 而且他违背软件开发OCP原则 因为OCP原则一个核心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修改代码被关闭 增加功能被开放 他是希望做到这么一点 这个OCP原则 我们在这个设计模式里面还要讲 同学们 后面你们会看到 我们会讲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能够非常轻松的增加这个功能 这个OCP也在这体现 在这呢 也体现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影视转换函数 给类动态的增加功能 那怎么实现的呢 非常简单 看一个案例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 MySQL的一个类 里面只有一个 一个insert的方法 这里面有个db这个类 那么这里面有个delete的方法 现在呢 我要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希望能够让这个MySQL 这个类的实力 使用到delete的方法 但是不能把这个delete直接拷贝过来 那么怎么实现的呢 请看代码 非常简单 就implicit 写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名随意写 F1 F2 F3都写 然后这边 我写了一个MySQL的一个行参 返回一个db 大家看6一个db 同学们应该有发现 我这里虽然传了一个MySQL对象 但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用它 这个行参只有一个作用 干什么呢 就是用来让编译区找到它 就是匹配到它 只有这一个作用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代码 就是我留了一个MySQL 我只要这么一写 大家看 我这只要写个6个MySQL 你会突然发现 清晰的发现 MySQL delete 就能用了 很有很有意思 待会儿我给你们看一下底层原码 好 同学们 因为这个代码也非常简单 我们来写第二个案例 好的 我们来写第二个案例 叫implicit implicit class 就是隐私 隐私增加这个功能的 隐私的demo 因为后面还有个隐私类 我给大家区分一下 好 写到这里来 同学们请看代码 我做一个主函数 好 然后呢 我把这个先写到这儿 写到这代码 可能有点 哪个地方有个少 是不是少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少了一个大括号 好 开写了 开写了 好 我们创建一个mySQL 创建一个mySQL对象 mySQL对象 很简单 6一个mySQL 6一个mySQL 走 第二value 好 mySQL 就写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mySQL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掉的时候呢 只能掉insert 我要去掉它的delete 是掉不动的 没有 怎么办呢 好 同学们看 我在这里 写一个 隐私函数 来丰富我们的内裤 好 编写一个 隐私 隐私 隐私函数 隐私函数 干什么呢 丰富 丰富这个mySQL对象的 这个功能 好 非常的简单 一句话的事 写了 首先关键字 要写进去 因为如果这个关键字 你不写 编译器 是不会去做 这个隐私转换的 然后呢 我写个 F1 当然我就为了好看呢 我就直接写个叫add delete 然后这边我要接收一个 接收一个参数 这个类型呢 你必须告诉我是mySQL类型的 好 然后 这边少了一个df 好 然后呢 你给我返回一个db类型 等于 然后这边呢 就一句话的事 六个db 那这个时候 你会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mySQL点delete 可以用了 好 我们来看看 首先看代码能不能跑起来 先看代码能不能跑 而且大家看 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下滑线 看没有 只要以后你看到下滑线 我告诉大家 一定知道 他用了隐私转换 有时候你看原代码 很多地方就是 难在这个隐私转换的地方 好 我们先跑一下 那么我一跑起来 功能代码看一下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我现在要来分析一下 它到底怎么就实现了呢 主要是分析这句话 同学们 还是老规矩 我问大家 当我们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如果把这个隐私函数 拿到外面去 大家觉得 能不能OK 是不是一样可用 为什么 因为你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这个inplet 写完了过 是不是它仍然是object里面的一个方法 那我在这里面用 是不是没毛病呢 可以的 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 你拿到别的类里面 是用不了了吧 说老师 我把这个 你不是随便写吗 我把这个地方捡走 我捡到另外一个类里面去 那你想想能找到吗 对吧 你说你写到这 比如说我写一个 这个dog 然后我在这写 你看这边他能找到 他肯定就找不到了 能理解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 这个隐私 这个函数呢 你不能乱写 你要让 你要让他编系 能够找得到他 也就是说 编系从这个作用区上 能够识别他就可以 那么更多的方法 更多的使用呢 很多程序员喜欢 把这个隐私的 专门写一个文件 然后import进来 就是我专门把一对 隐私的这个 隐私的函数 专门写到一个 一个文件里面去 写到一个类里面 然后import进来 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后面我们再写 这些 后面再写 讲那个 阿卡的时候呢 我们再做这个封装 好 好 同学们 这样就OK了 我们看看底层是怎么跑的 其实猜也猜得出来是什么 大家看 如果我把这个 implicit写到外面 这个函数名就是它了 就不会再出现 Dollar的一个东西了 是吧 好 这点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这一方 如果我写到外面 它是怎么转换的呢 它其实就这样干了一件事 最近写到这来 然后它干什么事情呢 把你这个MySQL传进去 你传进去 这段是不是就返回了一个DB 能理解吧 然后直接调用了Delete 它其实底层就干了这件事情 仅此而已 那如果说 如果说我把这个implicit 放在我的主函数里面呢 那么这个函数名做了一点点变化 就是Dollar1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来同学们 我运行一下 给同学们看一下底层的代码 好 这个一过了就OK了 非常的简单 来打开我们这地方 看看它是不是做了这样一个 隐式的转换 打开它 打开它 同学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demo2 我直接追进去看一眼 同学们可以看到 的确如此 对吧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addDeleteDollar1 然后在这里看这里 你看 addDeleteDollar1 把MySQL传进去 点Delete 因为你前面这段 已经是一个DB的一个对象实力了 所以掉它没毛病 掉它没毛病 对 是可以的 好 这样呢 我们就相当于说隐式的 给它增加一个功能 好 这就是我们隐式功能 其实也是编译器 帮我们做了工作 其实 编译器 做了工作 工作 好 到此呢 这一个我们叫做隐式转换 这个就算了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说 我这个 如果说 我这个DB里面 除了delete 我还有一个update 是不是一样 也可以用 对了 这一点大家要清晰的知道 说我这个DB里面的update 其实我这里也可以用 因为我返回的是一个DB对象实力 那我用它 这是理所 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 一下就明白 原来是这么一个底层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 写到这了 你还不能理解 就讲不过去了 因为 它其实底层就是搞了一个DB实力 然后搞了 但是从代码形式上 好像我没动它 只是编译器帮我们做了工作了 你看编译器 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好了 同学们 那关于这个叫隐式转换丰富内裤的 这个功能呢 我们就讲完了 就这么一点东西 来 朋友们 给大家反说一下 好 一场简单 一场简单 来 这个是我们的标题二 标题二 好 标题二 隐式转换丰富内裤呢 我们这儿整了一个这样的快速入门案例 它的作用就这样子 作用就是增加一个方法 好 来 往这儿 来一个快速入门的案例 标题三 代码 我给大家写到这点 好 代码如下 案例代码 好 同学们 标题三 写完了 把代码直接给同学们板书过来 底层我就不写了 底层那段代码我就不接了 好的 那我们截取一段视频 这叫隐式转换丰富内裤功能 好 感谢观看